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断然不会为这女人出头 但我对她用些手段 让她指证你早就清楚她贾王妃的身份 到时候这欺君大罪 你是被定了 带走 放肆 她是本王的王妃 我看谁敢动她 王爷 您没听清楚吗 她是 她叫王瑞修 自幼父母双亡 十三岁时 被一个叫王十三的惯犯收容 从此 混迹接头 以偷盗为生 你所知道的一切 本王知道的比你还要清楚 但有一点你不知道的 她 是本王的王妃 柳儿 您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吗 是的明显 都是真的 不过 请您放心 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 王爷 你可知这是欺君重罪 这不正合了你的意吗 二十年了 你一直幻想着除掉本王 现在机会在你手里 怎么 不想要 请吧 走吧 我的王妃 你我对重六的了解 她断然不会乖乖就范 她现在这么气定神仙 阴谋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好生对待王爷 只要她不出诏狱 提的任何要求都可以满足 是 大人 我倒要看看 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还好意思说是刑部直属的大佬 还不如小爷我住的县大佬 你看看这个 不软和 不保暖 还扎人 怎么睡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把牢房当成客栈住的人 你别笑 这牢房到了晚上 又潮又湿的 你没经验 小爷我呢 就大发慈悲 晚上可以把稻草让给你睡 至于我呢 钢筋铁骨的 在哪儿都能凑合一晚上 嗯 嗯 那你还不快给本王铺床 我说真的 你还不如在王府好好想办法 非要逞英雄跟进来 害得我还要把稻草让给你睡 行了 你还是省省口水别磨叽了 今晚暂且忍一忍 从明天开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所以你有计划是吗 我就知道 你心里没谱怎么会跟进来呢 要是论心眼啊 全京城你排第二 还有人敢排第一吗 都怪我平日机关算计 让你现在还以为 这一切都是我算计好的 罢了 我确实已经算好了一切 所以 你的计划是什么呀 这就是计划 这能行吗 荒谬 简直是无稽之谈 真是赵玉不是他家 竟然敢在狱中随便走动 还要灶台 他想干什么 大人 您看 淡定 淡定 成六一定是在激怒我 对 我绝不能中计 奔赴下去 全部满足 是 好舒服呀 还是全完舒服 好舒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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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玉工具都这么明明 照亮的月子来呢 果然还是六网一 人脉进来 不能说什么 那个桃皮 树上不差过一次 还是说 整个赵玉的月子 都被你收了 你看 懂了吗 懂了 你在找什么 好 桃玉的工具怎么可能 明目张胆地扔进来 你肯定是把它拆成了 很多块藏在了书里 可以啊 溜溜 够精神 笨蛋 这个就是书啊 这一定是假死药对不对 你太聪明了 那我们吃了之后 就会假死过去 就会有人把我们 拉到郊外埋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逃出生天了对不对 没事 少看着花本子吧 这个是糖 少放点啊 我可不喜欢吃太甜的 所以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是要想办法逃出去吗 你也不想想 现在这种情况 就咱俩怎么逃出去啊 也是 本来对于小月我来说 桃玉是轻车熟路的事 但是现在带上你这个拖油瓶 神仙也发愁啊 你才拖油瓶呢 行了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陪我住几天 再过几天 就知道我的计划是什么了 其实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 你虽然不想这么做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想找人监狱对不对 有人监狱 快点 来了来了